我們來看看這個項鍊外積 項鍊外積的話我們怎麼定義 我們來看看 如果我現在的話有兩個項鍊 外積是第十項 第十六項 對吧 現在我有一個項鍊叫AR 這個叫B 我定義兩個項鍊的一個特殊成法 叫做YG A close B 這定義成多少 假設他們夾兩隻系統 定義成是A的大小 乘以B的大小 乘以3A系統 方向的話我把它寫成1 這是單位項鍊 A B 它的意思就是說 這項鍊是跟A與B所在的平面互相垂直 然後這垂直方向到底是往這邊還是往這邊的話 就遇到右手定則 A close B 這樣子 那它有一個結合意 你看我V3A系統相當於什麼 V3A系統相當於 以A為底 那A B夾層平行四邊形 就高了 以A為底 它這一段就是V3A系統 底層高就是面積 然後它的方向是這個面積的法線方向 所以這個有個結合意義 就叫有向面積 就是有向面積 這樣沒問題吧 沒有 那沒有問題的話 然後它有底下的性質 這個性質的話我把它寫下來 第一個 它有反對稱性 A close B 跟B close B 剛好方向相反 那這很容易一解 A close B這個方向 V close A的方向 它兩個大小一樣 好 再來的話 外積對加法具有分辨率 A close B close C 加什麼 會等於A close B 加A close C 它的結合意義就是說 它那個在Y方向的頭影是可加成 什麼意思 就是 假設這是A 這是B 這是C 那我們看B加C 是哪個項目 是這個項目 那我們說那個外積 就是底 乘以高 這個乘以高 也就是說 A close B的代表是A 乘以這個高 對不對 那A close B呢 就是什麼 就是這個底 乘以這個高 那A close C 就是這個底 A這個底 乘以這個高 那這個高 這個高 是等於整個高 也就是說 你向量 投影在Y方向是可加強的 就是說 這個向量 這個向量 投影在Y方向 會等於這個分向量 投影在Y方向的加起來 人比 他的那個外積對 交好機有分配率 他有這個幾何意義呢 沒有分比的話 那左右分配都有 正式 左分配 右分配也會有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 外積在直角 坐標系上的操作 然後我們定義了這個Y以後 然後知道Y這些性質 我們可以證明 結果假設呢 像那A可以寫成 把它分解成三個分量 加上A2Z 加上A3K 這個可以把它寫成A1 A2 B2 A3 好 然後呢 這個V 是等於V1 I 加V2 加V3K 再等於V1 V2 V3 好 那這樣呢 我可以證明了 證明說 A1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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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 A1 A2 A2 A3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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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可以逐項展開 那三項乘以三項總共有六項 那六項其中有三項會等於0 哪三項會等於0 你看齁 i cos i 會等於0 為什麼? 依照外積的定義 i的大小是1 乘以i的大小是1 乘以i的甲甲 30度 這是等於0 那這個也會等於z cos z i也會等於k cos k 這樣沒問題吧 所以九項就去掉三項 剩下六項 那六項是哪六項? 我們看看齁 形成i的我們現在來看齁 假設這是i 這x方向 z是y方向的單位向量 k是六方向的單位向量 你看齁 i cos z 頂多少 i的大小1 乘以這個大小1 乘以sine的i跟z 夾的組織度 依照六個定則 i cos z k 方向是k 對吧 所以這是1乘1乘1 這是k 然後他們之間的話 是有那個次序的 1 2就是3 對不對 然後連2 3就是1 z cross k 就等於1 2 3是1 3 1的話 這個我們叫順排 k cross i 這個叫j 沒有問題 然後這其中呢 兩項對調的話 會加個誤號 沒問題吧 沒問題的話 那我們現在來看齁 變成i的是什麼 是z cross k 這裡z cross k 有哪兩項 有這兩項 z cross k 是i k cross j 是-i 所以這兩項的話 展開來的話 這個乘以這個 這個 這顆的這個是A2 V3 這個顆的是A3 V2 是i 對不對 所以我現在有個i 對吧 然後呢 它的大小是這個乘以這個 這個乘以這個 那就等於什麼 等於這個小的類似 A2 V3 這樣 好 你看 對啊 因為你把它展開嘛 對 就是這一項 乘以這一項呢 不是i 是 那這一項乘以這樣 是-i 對不對 所以就這樣子啊 那一項前面要-i 為什麼 對啊 k cross j 是-i 為什麼 因為兩個對調啊 對調價格不好 是不是 外機的話呢 兩個對調 A cross b b cross a i j k j k i k i k i j 對啊 就一二三嘛 這是順排嘛 就是 一二的話呢 就變成3嘛 嗯 那二三的話呢 變成1嘛 那三一的話呢 變成2嘛 ij變成 i cross j i cross j i cross j k j cross k i 那 k cross i 是 z 是這樣子 對 對吧 好 那所以呢 這是 z cross k 的話就是i i抽出來啊 不是a2嘛 v3嘛 那 k cross j 是-i嘛 所以是怎麼樣呢 負的啊 a3 v2 真的嗎 好 那 然後呢 再加多少 再加多少 在形成J的 形成J的 形成J的有什麼 再加Jディ konuş到 行成J的是 3-1嘛 3-1 3-1 是2嘛 所以是A3 11嘛 那 減調又少 aEV3嘛 因為i cross k是整個 主R 所以aEV3嘛 aEV3呢 好 再加多少呢 再加這個 這個形成K是i cos z 是K K是多少 i cos z 是K A1 V2 減掉了 J cos i 是等於負K 所以是負K A2 V1 A2 V1 負K 是不是這樣子 這個就是小航A4 這是i 這小航A4 小航A4是A2 對啊 就是2接著小航A4 A2 V3 這是A3連立2 這裡面的A2 V3 可以寫成B3 A2 這裡面的A2 V3 可以寫成B3 A2 可以寫成B3 A2 對啊 B3 A2 這兩個可以對調 都可以 但是我們要把它寫成這種形式 要把它寫成這種形式 所以我把它寫成這個樣子 當然你可以寫這兩個對調也可以 這兩個對調也是B3 A2 減掉A3 B2 對不對 然後再來的話 那我這兩個 這兩個 我再把它加個符號 加個符號 這個 對吧 那加了符號 就變成A1 V3 A1 V3 減掉A3 V1 A3 V1 再加這項 這項是K的耶 對 那行列式的算法是 是這樣子再降 這個行列式你也忘記了 我也忘記了 好 我們就要講一個行列式好了 行列式是這樣定義的 A1 V1 C1 A2 V2 C2 我們用降階來定義行 定義行S A3 V3 C3 好 這我們定義什麼多少 你可以對這一列給降階 也可以對這一列對這一列 或對這一行 對這一行 都可以 那我現在對這一列降階 就是E A1 然後這個不看 這個不看 就是A所在的列不看 A所在的行不看 然後這個小S B2 C2 B3 C3 正負正 剪掉 B1 這個不看 這個不看 這小S A2 A3 C2 C3 那這裡加多少呢 C1 這個不看 這個不看 A1 A2 A3 B2 B2 B3 B2 B2 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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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1 B3 就是三階降乘二階嘛 你四階可以先降乘三階嘛 然後三階降乘二階 那就可以全部展開了 可是像他的話會有三項是 第一項是正 第二項是負 第三項是正 對啊 四階是正負 正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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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正負 正負 正負啊 五階也是這樣 正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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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那個漢階式的定義啊 沒問題吧 好 沒問題的話 那這個我可以把它寫成小行類式 這小行類就是 A1 B2 減掉 A2 B1 A1 B2 減掉呢 A2 B1 對不對 這樣沒問題吧 好 沒問題以後 我可以再把它合併 合併成大行類式 大的行類式就是 I 老師 老師 那個 剛剛我的問題是說 像這個 B2 C2 B3 C3 這個小行類式 它的計算要怎麼展開 計算的話就是這個 這個乘以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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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你也可以用降階啦 降階的就是 B2 乘以這個不看這個不看這個 這個小行類式 這個小行類式有一個元素嘛 所以就是 C3 所以就是 C3 原理 然後去減 對啊 然後的話 B2 正負嘛 因為它降機一定是從左到右這樣子 對不對 對啊 好 就正負正負啊 然後再減掉這個 C2嘛 這個不看這個不看 好像 B3 對吧 一直降可以降到變成只有一個數 那你的話你會直接就是 這個乘以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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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沒有問題吧 那這二階它現在有三項嘛 三項我們可以把它合併變成一個大的行類式 大的行類式 這次就是說 那 I 碰到什麼 碰到是 A2 B2 A3 B3 然後這一的話呢 對不對 這是 A1 B1 對吧 沒有問題吧 那這個公司比較好記嘛 那記起來以後的話呢 你要算它的時候再把它降階 降回來 那就是你要的達人 這樣沒問題吧 好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現在來看你的立體力 這樣沒問題啊 好沒有問題我們看你的立體力 好沒有問題我們看你的立體力 他說A了 等它的 1 2 3 V的話呢 是等於 3 4 5 C的話呢 是等於 2 5 4 它有一個空間中三點 是求此三點所為成的面積 那個 你們那個指考的話 那個 我有去看那個什麼呢 看那個 指考 大考中心 它 它有一分說 要考上 你們那個二次曲線好像就是 不是主要的考試範圍 所以的話 我們 那個的話 就是放在最後 如果還有時間的話 拆銷 那如果沒有的話 就 它不是主要的考試範圍 它上面是這樣寫的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 這個 好 它現在說 為空間中三點 是求此三點所為成的面積 好 那這三點的話 假設這是A 1 2 3 這是B 好了 這是 3 4 這是C 254 254 那這三點圍成的三角形面積 我怎麼算 我就把它製造兩個項量 這兩個項量我把它取外積 那取外積以後就是 它的迷行詩邊寫的面積 然後我把它除一半 加絕對值 就是這個三角形的面積 是不是 任 任意 任意 任意兩個 兩個方向向量 比方AB跟AC 然後去把它取外積 對啊 取外積了 對啊 再乘二分之一 對啊 再乘二分之一就是那個 那取BC跟BA也可以 也可以啊 都可以啊 就是你要取這兩個 那取外積 那除以後也可以 有問題 沒有 好 那這樣的話呢 A1這個項量 這個就等於多少呢 這個就等於 這個-這個嘛 這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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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個 AC 這會等於多少呢 會等於這個 2-1 1 對吧 5-2 3 然後4-3 4-3 4-3 2-5 5-5 5-5 1 4-5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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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然後Z的就是第二個分量 Z的話是負的這個小號列式 那負的這個小號列式本來應該是 這個乘以這個減這個乘以這個加負號 那我們習慣上的話就是那個負號不要的話 這個乘以這個減這個乘以這個 那這個乘以這個減這個就是0 然後再來要貼分量 貼分量就是第三個分量 一分量 一分量的話就是這個小號列式 這小號列式這個乘以這個減這個 這個乘以這個的 6 那減到多少 4 這樣沒有底吧 沒有底吧 沒有底了 沒有底了 那今天因為我寫出來 我都要想一下 IJK 那你把它寫成那個IJK 好像如果是2223N 掉IJK 我就看比較快 對啊 你如果 這個樣子 A1 A1 A2 A2 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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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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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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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 A3 A4 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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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項量張層拼音式微型的面積 對吧 所以的話我把它取決在值 A1 CLOVE A7 就拼音式微型的面積 取決在值 再把它除以2 這就是三角形的面積 三角形A1C的面積 是不是這樣子 好 那我先把它 就是 這可以把4抽出來 這是1-1 4抽出來 還有取決率 除以2也會變成2 這個取決率只有跟到多少 -1平方 加0平方 加1平方 -1加1就是2 2跟到2 沒有問題 好 沒問題的話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平面的方程式 好 我們先來介紹這個平面的髮線量 平面的髮線量 就是第一個 平面的髮線 什麼叫平面的髮線量 就是我現在有個平面在這裡 它的髮線我就定義成跟它垂直的 那個方向的直線 我叫髮線 所以它的髮線有很多條 無窮多條 對吧 那我們注重的是它的方向而已 所以到底是哪一條 無所謂 好 平面的髮線量 平面的髮線量就是說 跟這個平面互相垂直的那個向量 叫髮線量 所以髮線量也有無窮多格 那我們注重的只是它的方向而已 好 那再來我們看看 這個髮線量的球法 就是這個平面上有兩部平型的向量 就是這個平面 它上面有一個A 還有一個B 這是在這個平面上的 那你如何算出它的方向 髮線量 你就A close B 就好了 N呢 髮線量好 髮線量就是A close B A close B 等於B 就直接這樣就好了 那如果它的分量 A 如果是A1 A2 A2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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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A2 A1 A1 A3 A1 A1 A2 B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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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個樣子 這就是前面講的那個YG 沒有問題 我們現在來看平面方程式 我們先第一個點向式 什麼叫點向式呢 點向式就是說 我現在有個平面 我現在平面上一點 跟一個方向 我就可以決定這個平面 然後我問你兩個公司 一個公司是那個 就是這邊一個線 只有一點 然後他們之間的最短距離 還有那個這邊是一個面 然後這邊有一個點 然後他到上面最短距離 然後公式對不對 因為那個學測有考 然後我不會寫 那個喔 那個的話你如果說點跟面的公司 那個公司很好求啦 如果那個線的話 我們知道 如果有一條線好了 要看他寫成什麼形式給你看 如果這條線 假設 就是A分之X 就這樣講好了 A分之X 呢 減X0 加等於多少呢 假設是對程式好了 B分之Y 減X0 等於C分之就減X0 對吧 那這樣子的話呢 他的方向向量 這個我們叫V啦 這是等於ABC啦 對吧 那他通過這一點嘛 這一點就是S0 Y0就是0 然後他說空間中有一點叫SE 叫P點嘛 Y1就是E嘛 那你要問他們之間的距離嘛 就是 就是上面的點跟他這個點的最短距離 那事實上就是 點到直線的距離啦 對吧 那這點到直線的距離 你可以用YG來做啊 是不是 好 你現在的話 把它取他的單位向量 喔 取他的單位向量 h 事實上等到,事實上就等於v 可能是多少呢?p啦 取大小,就是答案了 為什麼?因為v 的大小啊 乘以多少呢? 應該寫這個叫做a好了 ap 啦 ap 像這樣 對吧? 這個是v 的大小,乘以ap 的大小 乘以三多少呢? 這個似乎不是外積的定義嗎? 這個是等於1嘛 那你ap 現在就h 所以這是h 是不是? 所以這樣就可以算出來了 這算出來怎麼算? 你就是把這兩個 那掃出來為什麼會是h 那他們兩個從v掃過去 沒有啊,就是v啦 v掃AP嘛 v掃AP的話不是呢 等於是這個什麼 等於是這個大小乘以這個大小 那乘以3的信號不是這樣子嗎? 那因為這個大小我取1嘛 這是單位向量嘛 這不是外積的定義嗎? 這是外積的定義啊 這是外積的定義啊 對吧?然後現在的話 不是說v掃過去他 然後代流向量是那個 對啊,反正你就不用考慮他方向 反正你到處要取決類似啦 取決類似以後就沒有方向了啊 因為你要算距離而已嘛 那我把它算給你看 那你看啊 那你看啊 這個AP 這個項量等於多少 AP這個項量是等於那個 SE嘛 乘S0嘛 YE乘Y0 Y1乘0 是不是 然後這個v 一丟齁 這大小我把它取在外面好 A平方加V平方加C平方 然後這是 多少 A B C嘛 所以他的大小H齁齁齁 就等到什麼呢 AP 口子V挑嘛 H就類似 所以 這兩個 舉大小的話就變成是這個啊 就等到這個乘這個啦 反正寫出來就是一大堆東西嘛 對不對 啊減掉呢 這個乘這個 就這樣講好了啦 就是說 取大小 A平方加V平方加C平方 所以這個公式就不用計了啦 I 那絕對是ZenK嘛 然後這裡代ABC嘛 還是代SE-SN S0 YE-YE DE-N 你要公式就這個公式啦 通常這個我都沒有背啦 我都沒有記啦 反正你到這個直接算就好了啦 你用YG就可以算出來啦 那還有其他的方法啦 你也可以用參數式 然後用那個 你就利他等一 利他等一 利他等一T嘛 那你X的話有多少T啊 Y的話有多少T嘛 Z的話有多少T嘛 對不對 然後你這個SYG 再跟他呢 取大小 然後呢 寫成二次方程式啊 對吧 你下一次的話 然後把那個題目拿來 然後上面有數字的話 一下就可以做出來了 嗯 然後你平面上 平面上的 平面上Y一點 這個叫做AX嘛 加BY加C0 加D好了 等於0 那這加X0 Y0 Y0 這公式就比較好記啦 這個可以直接代公式 這距離T留在等多少呢 更好 A平方加B平方加C平方 那分子多少呢 取決類子 這也要取決類子 AS0 Y0 加Y0 加BY0 再加C1 加D 這樣子 這要距離 這怎麼來的 這個的話也可以做啊 你要怎麼做 我們就怎麼樣呢 就是說 就是說 你就在這裡隨便取一點嘛 這一點叫SY Z 這一點叫SYZ 然後給它取什麼呢 取這個香料嘛 取香料以後的話 你再把它投影在哪裡 投影在千隨線的方向 在千隨線的方向呢 它的那個 單位法項量嘛 是多少 單位法項量是等於 根號多少呢 A平方加B平方加C平方 阿分是多少呢 AEC嘛 這是單位法項量 然後這個D 這距離D D的話就是等於多少呢 就等於這隻 這隻假設叫P嘛 它叫A好了 它叫A好了 就是PA PA PA DOT就是N 然後你最好把它取大小 最好把它取絕類值 為什麼 因為這兩個方向有可能顛倒 如果這兩個方向顛倒的話 你把它取絕類值 然後就變成這樣 對吧 取DOT 這樣沒問題吧 DOT 就是把這個 投影在這個方向 就A B R 乘以那個Cos這個角度 就等於這一段 好 那我們看喔 PA等於多少 這就等於那個 我們顛倒寫沒什麼關係 S0-S Y0-Y 00-Y 00-Y 對不對 然後這個呢 DOT的這個 就等於多少呢 這就等於根號 A平方加 B平方加C平方 那DOT起來就知道 變成是A S0-S 加V Y0-Y 加C 然後取大小 但是我們知道 AX 加VY 加C 等於多少 AX 加V2 加C等於負D 對嗎 所以這個有負的嗎 所以這樣就變D了嗎 所以它變成AX0 再加VY0 再加C0 再加C0 啊 減掉多少呢 AX加VY加C0 對不對 因為這一點 是在這個方式上面 所以這個就能負D嗎 那負得分 變成加D AX0 那這個就大了 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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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來看平面方程式 我們看點像式 就是說 我現在給一點 有一個平面 它通過一點 這一點呢 它是說 P0 叫SY S0 Y0 0 對吧 那這個平面它的法項量的話 我知道是等於多少 是等於 N N N的話它都是等於 ABC 沒有問題吧 好 那我現在的話 我現在在這個平面上 隨便再取一點 我這一點是動點 叫P好了 這是SY0 P跟P P0跟P 是在這個平面上的 那法項量在這個平面 互相垂直啊 所以P跟P0 你形成的那個 向量呢 向量會跟法項量垂直 也就是說 N 那幾個字 都等於 對啊 P0P 會等於 對不對 那N的話就是 AVC嘛 到達到 X-S0 Y-Y0 Y-Y0 這個等於0啊 所以就得到 點向式 Y-Y0 我拆拆 Y-Y0 等於0 有沒有 不過通常的話呢 我們都不這樣做啦 因為 這樣子的話 看起來會比較複雜 我們都把它寫成什麼呢 寫成那個 寫成那個平面組的方式 平面組的方式 什麼意思 就是說 我說說 我現在所有 跟那個 這個 方向互相垂水的平面 都可以寫成 AX-S再加上 BY加C 這個 等於K 我先把這個方程式寫成這個形式 對不對 然後再把這個方程式 這個K會滿足的話 滿足 把這個代成 一個是0 AX-0 加BY 加C 0 那代進去以後的話呢 就可以得到這個方程式 老師 那如果是 AX-BY-C C0 AX-BY 等於0 好了 S 那這是平面上的那個 直線 這個算平面上的直線 不過的話 你也可以把它看成是空間中的 那個平面 空間中的平面就是說 因為它是C C C是任何數字 C的話是屬於R 那這個平面 這個平面是怎麼寫 這是XY 正進嘛 正進嘛 那AX加Y的話 是SY平面上的一條直線 G的話是任何一個數嘛 所以是這種平面 因為它是屬於R 不是C屬於R 它是屬於R 所以是這種平面 Andy 你剛剛說它是平面當中的一條線 不是不是 你在SY平面上 它是一條直線 但是在空間中來看 它可以看的一個面 因為Z屬於R Z的話是可以任何一個數字 究竟只要SY是在這一條直線上 G的話可以任何一個數 對吧 就這個樣子 老師 那上面那個AX加BY加C 這個東西一定是在平面上面的一個面 那這個 不是不是 這是空間中的一個面 然後 那它 A A B C 這個東西是它的法向量 對啊 這是法向量 沒錯 AX加BY A B 這個東西是它的方向向量 什麼東西 這個東西的話 你如果把它看成是直線的話 是一個方向向量 AE B的話 是它的一個法向量 也是它的法向量 對啊 就是這個 這樣子 這樣子 這個 就是 就是你把這個方向式 看成是平面上的直線 那麼它的時候 它的那個法向量就是這個 對吧 那你如果把它給 把它給變成空間中的一個平面的話 這個也是法向量 不然怎樣 那個係數都是法向量 對啊 好 沒有問題 好 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現在來看看這個 這個 A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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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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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它的平面換成次 好 我們現在來 先來製造 這個平面的法向量 我們知道 這是A 這是V 這是C 我現在把它構成兩個向量 這兩個向量是貼在平面上的 我把它取外機的話 就是它的法向量 我們現在AB AB就等多少 減上去 負1 減上去 1 減上去 0 AC 減上去 負1 減上去 0 減上去 2 那這樣的話 它的法向量 就可以選用 什麼呢 選用AB 然後是AC 這個就是 這個減這個 2 這個減這個 也是2 再次 這個減這個 1 所以就是它的法向量 那這樣子的話 它的平面方式可以寫成 2S 加2Y 加1 等於K 那K等多少呢 你就隨便帶一個就好 帶這個好 再進去 2 加2 加3 所以是等到 345 7 所以這個方式就是2 就是5 加2Y 加1 等於7 這樣有問題 沒問題吧 你先把法向量找出來 法向量是這個 對吧 那個 x y z 這樣 這是2x 加2y 加這個 等於K 那為什麼 那個 它就直接等於2加2加3 因為我把什麼呢 因為我把那個 113帶入這個方式 就113帶進去的話 要等到 2乘以1 加2乘以1 加3 要等K 因為這一點滿足這個方式不是嗎 對吧 然後帶進去 算出來就是7 所以K的話就等於7 是不是 對不對 對 那這個答案怎麼不太對 2加2 2加 這個可能有算錯 它是441 1 2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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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1 2 1 1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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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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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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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5 再來的時間的話 我們還沒交完的 還沒交完的確認 看你覺得哪一個比較弱的話 那你就先跟我講 我就先上 以防呢 上不完 空間中呢 有一支線 L 以平面 垂直 L 看說垂直以什麼呢 這1的話是x 加2y 加3y 4球呢 通過點 垂直以垂直的均勢方式 他說 通過這個點 這個1' 這個是 2-3-4 屬於1' 那我們知道人家說 這個的話 它是垂直以這個L 是不是 好 那我們就 1' 就是另外一個 另外的那個平面 那這個平面的話 會跟這個平面的平行 這個平面跟這個平面的平行 為什麼 因為它跟它垂直嘛 它又跟它垂直啊 所以這兩個平面平行 對吧 所以1平行1' 跟0 跟0吧 所以現在這裡是1嘛 我現在那個2-3-4是把它當成一個相約 點啊 1點 它只有一個點嘛 現在通過1的話就是1嘛 1的話跟這個直線垂直嘛 對 然後呢 另外一個平面的話 它通過1點 這點是2-3-4 然後呢 它這個平面 它也跟這條直線垂直 對吧 這是1' 所以這兩個平面就平行了 那這兩個平面平行 這個平面也是以這個當什麼呢 當髮向量 但是這個髮向量啊 髮向量是1-2-3嘛 所以1-2-3可以當它的髮向量 對 所以它的平面換成是可以寫的 x 加2y 加3 等於k 然後再把這一點帶進來 好 帶進來的y加2 減掉呢 6 加3是12環 等於多少 這些18嘛 14喔 14減6多少 14減6是8 14減6是8 所以定位等於8 對吧 然後再等於8 所以這等於x 加2y 加3就等於8 沒問題 沒問題 好 沒問題的話呢 我們現在來看看這個 密比3 他設PQ為平面 PQ啦 他是屬於x 加Vy 加C等於8 相差的 相對兩點 然後 像這個PQ 他說等於s0 y0 0 0 他現在要ABC 為多少 只要PQ 就等到ABC 這當然等於0,為什麼? 因為PQ是這個平面上的一個向量 那這個是法向量,所以是等於PQ 到的法向量 對不對?所以這個會等於0 沒問題吧? 對啊,才那麼簡單 對啊,所以答案是豬啊 0 對不對? 放開例子4 在空間中,連接點 PQ的線段、PQ的垂直平溫面是多少 我們看 PQ的垂直平溫面它會通過終點 然後跟PQ相呢,垂直嘛 那P就是2 1,3呢? 4,5,5 那這4,5,5啊 那終點多少? 這兩個加起來除以2 2 這是3啊 3 這是 這把是3嘛 那是多少? 4嘛 2 然後它的那個法向量呢 可以用什麼啊 用PQ來代替嗎 4 這個減這個好 2 4 2 4多少? 2 好 好 那因為我們強調它的方向而已嘛 這跟哪個方向平行啊 1 2 1嘛 那我拿這個當法向量 好 那這樣的話就是 9分3 加2y 加1 等於k嘛 這幾乎3分4就好了對不對 然後k的3分4再進來啊 這是3 加6 加4 5 這k的多少? 13嘛 所以這x 加2y 加1 等於13 沒有問題吧 沒有 好,再我們看第一題目 看到通過A 305 5 且和兩平面呢 均垂直的 那個平面Pi的方向是多少 好,首先喔 這兩個平面啊 這一個是 一個是1 一個是1 一個是12 對吧 好,他現在說呢 要跟這兩個平面都互相垂直 所以一定是這個樣子 那我可以什麼呢 我要把這個 這個平面的方程式找出來的話 我先把它法項量找出來 那法項要找什麼 找齁 我就找這兩個平面的什麼呢 法項量 N1 跟這個法項量 我要取YG 那取YG以後的話 這個方向就是什麼呢 就是跟 112都互相垂直的 那個平面的法項量 也就是說 那1 這N1好 等於多少呢 N1是等於 1 2 5 3 N2等於多少呢 3 -1 5 那我知道呢 這個平面1 他的法項 N 所以就怎麼辦 就等於N1 靠著N2 沒問題 沒問題吧 然後我使YG以後就等於 這個減這個 10 減3 7 在這個減這個 -9 -5 -14 對不對 然後再 這個減這個 -1 -6 -7 然後這平型都要 1 -2 -1 那我就把這個 當法項量 好 所以他的平方是可以寫這樣 X-2Y-0 等於K 那這K等於多少 你就3-5 再進來 3 減2 乘以0 減5 這3減5多少呢 -2 所以就等於 X-2Y-2 等於 V-2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可以嗎 沒有問題吧 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現在來看這個平面的結績式 他說 這個 結績式 色平面E 在X-2Y-1走 他的結績 分配是多少呢 分配是ABC 就是說 一個平面 在X-2Y平面的話 那結績分配是A BBC 也就是這種平面 對吧 所以他通過A00 然後0 B0 這通過這些 00C 是不是這樣子 對吧 對吧 好 那我就假設 假設 大方是可以寫這樣 LX好了 加上 NY 再加上 NZ 等於D 對不對 那你A00 A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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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C分的D 等於D 然後我偷懷除以D D除掉了 所以變成A分X 加上B分的話 加上C分的G等於E 那這個我們在結局四 沒有問題吧 好 沒問題的話 我們要讓他說 E 以三座標平面所為四面體的體積 是這個樣子 好 那所謂四面體的體積 就等於什麼呢 我們知道這個四面體是等於一個錐體 那錐體是柱體的三分之一 對吧 錐體是柱體的三分之一 為什麼呢 錐體的話一定是柱體的三分之一 就是說我現在的話 比如說我現在有個 三角柱 是一個三角柱 有三角柱 任何哦 任何的那個什麼呢 任何的錐體都是柱體的三分之一 這是一個三角柱 然後什麼叫錐體呢 所謂錐體的意思就是說 它的頂是一點的 所謂錐體就是說 它底跟頂的話呢 都是一樣的 都是全等三角形 就是說 所謂錐體的話 就是說它的底 它跟頂是一樣的 這整個是柱體啊 沒有問題吧 這是錐體 錐體的話就是說 它的頂是一點 然後的話呢 頂是一點嘛 然後你用刀子這樣一切 它切出來的面 跟它都是互相相似的 那這個我們稱為錐體 那錐體呢 它一定是柱體的三分之一 這你把它記起來 這我們可以證明啦 用積分證明 別 不用了 不用了啦 你得把它記起來 一般的啦 因為它是具有一般性啦 對不對 然後這個第三個四肢 對 所以最後那框框框起來 那個為什麼變這樣子 沒有啊 因為我通通出於水滴啊 如果A分是D F加U 是D Y加C分是D 就是D嘛 通通約分嘛 因為D啊 它不是A分X加U Y加C分是D 然後結論是那個公司 把那個公司記起來 對啊 這叫截居式 沒有問題吧 好沒有問題的話 那我們現在 一看喔 這是個三角錐嘛 為什麼齁 因為你如果齁 用那個刀子齁 這個刀子跟 SY平面齁平形齁 一切 它切出來的那個三角形齁齁 跟三角形 OAB 是互相相似的 所以這是一個三角錐錐平 好 對不對 好那我們來看看 三角柱柱體的體積多少 三角柱柱體的體積多少 柱體呀 三角柱柱底的體積就是OAB三角形的面積 就是ONG多少呢?AB嘛 是不是?三角柱底,這是底嘛 乘以高,高是C嘛 這是那個三角柱的體積,底層高嘛 柱底的體積就是底層高 A跟B相乘 對啊,因為這個底是一個三角柱 三角柱底是不是2分之1A1乘以C 2分之1AB,高是C啊 對不對 再來我們看看,因為椎體嘛 椎體 這就等於3分之1的固體 所以乘以3分之1就是6分之1ABC ABC啊 是不是這樣子 對吧 所以答案的6分是ABC啊 好,沒問題我們現在來看一體6 平面1通過呢 P這一點 就是 2,1,3 水1 其他一組Y組這一組正方向分別標銀的ABC三點 就是說 ABC三點 這個的話呢 也是屬於1 如果O是原點 1 四面體OABC的最小體積 好,那這一點我給他一個名字叫做A00 這一點給他一個名字叫做00B0 這給他一個名字叫做00C 好,那麼他要求那個OABC的那個 最小體積 讓我們知道 那這個平面的話 他要滿足什麼呢 滿足這個方向式 A分之X 加上D分之Y 加C分之近 等於B 因為這結局式嘛 但是呢 這一點又通過這個平面 所以我把這一點帶進來 要滿足這個方向式 所以就得到這個結論 結局式是原來表示一個平面的那個 方法的方向式 對啊,就是說 只要我知道這個平面 他在三個軸的結局是ABC的話 那我就可以直接寫出這個平面方向式 好,那這樣多少呢 加1分之1 再加C分之3 這個等於1 這樣有問題 沒問題吧 這個沒有問題吧 這個沒有問題吧 有問題 我看一下 A3 現在開始找到這個方向 正方向 正方向 正方向代表ABC要大贏 這要大贏 這要大贏 沒有問題吧 為什麼我那個 我知道結局性而已 就是這個方向式 這個方向式就是這個啊 因為結局有令它是ABC嘛 對啊 好,因為這個平面 就這ABC我還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它通過某一點嘛 所以這ABC可以調 對吧 可以調 我可以把ABC調到 使它的面積達最小 對不對 然後再來的話 你看 我們用那個 算數平均數 大等級的平均數 來解這個績小值 因為它算數平均數 3分之 A分之2 可是那個 在講 為什麼它通過213 就可以結局就是213 不是啊 它結局它有213 我哪裡有說它結局是213 你帶XYZ 對啊 我帶XYZ 因為什麼 因為它說這一點它是滿足這個方向式 反正它有通過 反正它有通過那個點就可以帶了 對啊 對不對 好 C5是3 那這個大等多少呢 大等你 開348 A分之2 乘以B分之1 再乘以C5是3 對吧 算數平均數大等級的平均數 這有問題 等一下 這沒問題吧 算幾不等四 算幾不等四嗎 算幾不等四 有一種是二次方的 然後你可以把它寫出來 什麼二次方的 二次四跟三次四 哪有什麼二次四 就是有兩項 如果是兩項的話 這裡就平方嘛 這裡就是開兩次嘛 就是2分之A加B 這是開兩次的 大也可能跟到AB 那如果是三個的 A加B加C 就是大也可能開三次的 那如果是四個的 那如果是四個的話呢 這是大也等的 開四次的 一直在推啊 這就是算幾不等四 算比較大 算比較大 算比較大幾比較小 那五個就五次啊 開五次啊 六個就開六次啊 七個開七次啊 對不對 這算幾不等四 為什麼你會不然 你會不然想要用算幾不等四 嘿嘿 啊這個的話 你就是 就是要有靈感啊 這個跟那個 不然的話 你如果說想不到用這個的話 那你知道這個就沒什麼用啊 那找找看 它變什麼樣子 好啊 那變什麼樣子喔 那這個 這個是 這個E嘛 對不對 這加減數E 對吧 對 反正喔 我是認為這樣啊 就是你一個公司 常常用的時候的話 你就會知道說 熟悉度比較高 熟悉度比較高 熟悉度比較高的時候的話 你就會常常想到它 然後就 跟那個科系不等四 是一樣的啦 科系我已經忘記了 對啊 科系不等四的話 你如果 不常用的時候的話 你 你通常也會排斥它 不然你那個科系也寫字好了 這樣下次上高 就不會 沒有 我 我這個講義 我都是 我都是 有科系安排的啊 不會說 科系不等是不是這個樣子 就是說 比如說 A1平方 加上 B1平方 加上 C1平方 那整個 A2平方 加上 B2平方 加上 C2平方 但是大也等多少 A1 A2 加 B1 1 2 加 C1 C2 整個平方 這叫科系不等四 科系不等四 就沒有那種什麼 三項 四項 五項 沒有沒有 你也可以四項 四項的話就加一項 2項的話就去掉2個 然後什麼時候才會交到科系 科系喔 馬上就交到了 真的齁 今天嗎 蛤 今天嗎 我看齁 嗯 可能不是啦 科系很重要嗎 科系不準次喔 嗯 反正就是看你 它很有用啦 有些題目你可以用科系 也可以不用科系 沒問題吧 這題如果用科系的話 解不出來就對了 這題的話 因為它是一次方而已啊 它你怎麼用科系 就是說我們知道齁 任何公司都 它都只是一個工具啦 讓你拿來用的嘛 是不是 那馬上說 一個問題 它一定要用什麼方法 那你能夠用就用上去啊 好 這三分之一嘛 然後我 我這個齁 把它三次方啊 所以是三分之一的三次方齁 大也等多少呢 ABC分之六 所以六分之ABC的話 大也等多少呢 27啊 六分之ABC 大也等你嗎 把它倒過來 倒過來 那個不等號就顛倒了 大也等27嗎 那這就是體積啊 所以它體積大也等了27啊 沒問題 沒問題吧 好 那什麼時候等號成立 什麼時候等號成立 當什麼 當A分之二 加A分之二等於B分之一 就這三項一樣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等號成立 B分之一等於C分之三 時候等號成立 等號成立 等號成立 那你就說齁 等於什麼呢 相等之後啦 那你可以定它呢 是等於T嘛 然後我就A齁 為什麼相等你就會成立啊 對啊 那這我們可以證明啊 就是說你 我們要證明兩個的好了 兩個的話 我們A加B 大也等於AV嘛 對不對 那這怎麼來的 這個我們可以反推嘛 反推的話就是說 2乘過來嘛 A加B的平方號 大也等於AV 多少呢 4AV啦 那又是A減B的平方 大也等於0 就是因為啊 因為啊 我要推過去嘛 因為A減B的平方 大也等於0嘛 所以 所以這個成立嘛 所以這個成立啊 那什麼時候等號成立 當什麼 當A等於B的時候 等號成立 當A等於B的時候等號成立 那三個也是如此 表明 就因為這個嘛 所以這個啊 所以這個啊 那算幾 算幾 不等四 就這樣推出來 這是兩個變數的時候 那三個變數的話 四個變數 那個就非常難了 但是的話 我們知道兩個變數是它的時候 你可以做推論 等於 等於 A等於B的時候 等號成立 這兩個數相等的時候 等號成立 不然的話 你可以再再看嘛 如果三個的話也是一樣啊 三個是A加B加C嘛 大也等於根號呢 開三個是A B加C嘛 什麼時候等到整理 A等於B等於C了之後 這一個是A了嘛 A等於B等於C嘛 這開出來是A啊 所以等於等號成立啊 所以兩個等號成立啊 等問題 好 老師 那第一題的答案是27 它可是又挺 像 弄什麼 什麼算機的 然後這邊答案 對啊 它大也等27嘛 所以它體小值啊 體小值不就是27了嗎 它體積的體小值 不是27嗎 這個就是體積不是嗎 哦 A B C 對啊 A B C就是體積嘛 體積不是大也等27嗎 是不是 這是第一小題嘛 所以 所以啊 這是V大也等27嘛 所以什麼 V Minimum 這等27啊 這是等個V Minimum 不是嗎 哦 還有一項啊 就是它還有一項 什麼東西一項 就是那個 A B C分之六 一項過去變成六分之A B C 然後 二十七分之一 一項過去變成27 什麼意思 就是那邊原本是二十七分之一 那邊原本是A B C分之六 我把它倒過來啊 倒過來啊 倒過來不等是邊倒過來啊 這寫二十七分之一嘛 不是嗎 也是 對不對 那我把它倒數嘛 就把它倒數嘛 比如說 比如說 三大也二嘛 那我把它倒數啊 三分之一它就小了二分之一了啦 我剛才想就把它移過去 那也可以啊 那也可以啊 數以會變成 也可以啊 也可以啊 你要這樣移也可以啊 不過這個是必須正數的時候才能這樣做 兩個都是正數的時候 你把它倒數的話 不等它的話就顛倒過來 好 那他現在問問一下 這個時候 它的一個寬度是多少 那所以的話 所以 什麼時候等到成立啊 就是a分之2等於b分之1等於c分之3的時候等它們成立 兩點 對不對 好 那這樣的話我就知道 a比b比c是等於多少 是等於那個2比1比3 a比bc是2比1比3 所以我就把它帶回去 帶回去的話 這個a的話我就2t 因為2比1比3 那a的話我可以把它叫做2t 2t分之2 加上1t分之1 加上c的話是3t 3t分之3等於1 那t我就可以算出來 這樣的話這個 t分之1 這是1加1加1 等於1 所以t等於多少 這是t分之3 等於1 所以t就等於3 有問題 好 那t就等於3的話呢 那a等多少 a等於2t嘛 所以等於6 對吧 那b 那b的話呢 那b的話呢 是等於t嘛 所以等於3 c的話等於3t 所以等於9 好 a1c就出來了 然後帶回去 所以我就知道呢 它的題面畫的字 1等於多少 a的話是6 6等於x 加上3分之1 1 加上9分之1 這有問題 沒問題吧 沒問題的話呢 那我們現在來看第7組 我們下一次還是上3角喔 好 因為這個的話是 因為外計上一上 你就知道外計有什麼用 然後下一次我們再用在物理上面 你就知道外計為什麼有用 我們在第7 在空間中已知 平面1 通過這個 就3 00 跟0 40 然後屬於1 然後呢 在正Z軸上有一點 正Z軸上有一點 上有一點 是001 AR 如果 Z軸上有一點 00AR 如果平面1 XY平面 對啊 就是說這3點都通過1 而且它跟那個 XY平面的夾角長45度 那麼 A應該是多少 A的話應該是多少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 乘45度的話代表什麼呢 代表這個平面 這個結局數我可以把它剪成這樣 3分之X 加上4分之Y 加上A分之1 好 那XY平面是 是 X0.Y0.0 蛤 XY平面 什麼意思 是 取X0.Y0.0 XY平面就是 XY平面 XY平面就是 X0.Y0.0 這樣 可以這樣講 就是說 XY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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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就寫的話 就是 1等於0 寫這樣就可以了 XY平面 沒有問題 然後它的法項量 它的法項量呢 就可以寫成 1分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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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說要跟那個SY平面的夾角45度 那SY平面的夾 一SY SY平面的法項量多少 這等於多少呢 力方向 001 是不是 對不對 沒關係吧 那他現在說夾45度的話 夾45度的話 我們就給他取內積 N.N.SY 這是等於N的大小 乘以N.N.SY的大小 那cos呢 他的法項量為什麼不是34A 是三分之一四分之一 可以分成哪 三分之一 他係數不是嗎 3X加上4Y加上AZ等於1 那法項量才是34A 那這個就是三分之一四分之一A分之一 對吧 沒問題吧 好 那我現在 兩個我把它取內積 對不對 然後把它取內積 那取內積的話 取內積又是等於這個樣子 那這取內積多少 這取內積是一分之一 因為他說夾角是夾45度 所以這個是等於跟它二分之一 對不對 這等於一 因為這大小是一 那這大小多少 這大小是根號多少呢 三分之一的平方 加四分之一的平方 再加一分之一的平方 這樣有沒有問題 這樣沒有問題 好 然後我兩邊給它平方 兩邊給它平方 這有多少呢 變成是 一分之一的平方 這個等於 等於 根號 二分之一的平方 那乘以多少呢 乘以這幾 二分之一的平方 再加 九分之一 再加十六分之一 這樣子 沒問題吧 好 那如果這問題的話 這幾二分之一成功就變成兩倍多少呢 一分之一的平方 這等於 一分之一的平方 那這兩個合併的話 合併是 十六乘以九 九六五十四 五 一百四四 一百四四分多三 二十五 那去掉一個 好 兩邊把它開放 一分之一分多三 十二分之五 所以A的外界等於 五輪之十二 五輪之十二 這樣有問題 人體 人體 這樣有問題 哪裡有問題 哪裡有問題 好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我們現在來看看這個 平面組 平面組就是說 我們現在討論一個問題 因為這個方法很好用 因為這個方法很好用 就是說我現在 有一個平面 叫E1 它是A1X 加上V1Y 加上C1進來 加上V1 等於 它跟這個平面 E2 這是A2X 加上V2Y 加上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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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現在的話呢 我現在就是說 要個平面 這個平面組就是說 我問一個問題 通過呢 這兩個平面的交線的平面 如何表示 答案是這樣子 通過呢 這兩個平面的交線的平面方式 可以這樣子表示 再加K 可以這樣表示 有問題 為什麼可以這樣表示呢 因為 因為 這個直線上的點 直線上的每一點 它一定滿足這個方式 同時也滿足這個方式 好 那我現在來假設 這一條直線 是這兩個平面的交線 那我把這一條直線的每一點 把它帶進去 看有沒有滿足這個方式 答案是有的 為什麼 因為這條直線上面的每一點 我把它帶進去的話 帶進去嘛 帶進去的時候的話呢 所以我把它帶進去 這個項會等於0 為什麼 因為這一點它是滿足這個方式的嘛 所以把它帶入這裡的話等於0 一樣啊 帶入這裡也等於0啊 所以帶入整個的話呢 會等於0 那這樣為什麼要改一個係數K 就是平面組嘛 這種平面有很多嘛 那為什麼前面不用加一個係數 對啊 因為這樣會比較方便啊 當然可能的話 你當然是最好寫兩個K也是可以啊 這個K這樣也可以啊 但是這樣的話就有兩個位置數了嘛 那這樣的話呢沒有必要啦 原體 因為我反正的話 你到最後可以寫的這個樣子 你就把K除過去嘛 那不就A1也不是 加上B1Y 加上CE嘛 加上D1嘛 加多少 加上KE分之K2就好了啊 不是嗎 那還不是一樣 然後那個就立它為K 這樣 對吧 那這個就立它為K就好了嘛 等於0啊 是不是 那這種表示法就是說 就是說齁 就是說齁 這種表示法的話 它是很多很多平面嘛 所以我們才叫平面組啊 這個平面組的話就不同的K嘛 一個K代表一個平面一個平面 平面組是數學的名字嘛 我以前聽到平面組都覺得很納悶 為什麼不然幫我組一個人 組的話叫什麼呢 就是一類嘛 一個家族啊 這些家族的成員都通過了這條直線啊 具有某種共同特性的平面叫做一個竹嘛 所以它很多面要共一條線這樣 對啊 共一條線 對啊 然後不同的K 有不同的E 有不同的K就有不同的E嘛 就是你K不同的話 那不是有不同的平面嗎 你有不同的K代進去嗎 反正那個K決定的是平面的大小 不是啦 你K的話 一個K代表一個平面 一個K代表平面 但是無論你K多少的話 它都會通過這條直線嗎 然後我的意思是說就是 比方說A1X加B1Y加C1Z 等於D 加D1等於0這個平面方程式 然後我把它係數通通成K倍之後 那個K倍的大小 跟它一樣啊 你把它乘以K倍的話 是一樣的平面啊 是一樣的平面啊 那這樣為什麼還要是你K 不是啊 這個不一樣啊 你這裡不同的K代進去的話 你K代1跟K代2的話 它是代表不同的平面嘛 比如說這樣講好了啦 你X加上Y加上1加上3好了 好 加上多少呢 加上這個K K2X加上Y加上1加5好了 等於0 那我K如果代0的話 就是這個方式嗎 那我K代1的話就多少 就是3X4 我知道了 那就不同的平面了啊 你代不同的K就不同的平面了啊 但是無論如何呢 你代不同的K的話 那個平面的話 它一定是通過這兩個平面的交線 那其實我高興的話 我把K移到前面去也可以 也可以啊 反正 因為那個K就是 這就是K1跟K2 他們到時候會相組的那個 對啊 對啊 就像那個什麼 定級分做那個C 對啊 反正就什麼2C3C就是C嗎 對啊 對啊 你K你要 你高興寫在前面也可以啊 好 那這公式要記起來啊 啊這個公式要記起來啊 那我們來就用一看 好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看立體了 他說喔如果1 1呢 2個字 加3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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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14 0 那1 2呢 2個字 減y 減6 減2 0 他說呢 如果1與1 2的交線 L 這個交線是L 4求含直線L 且通過呢 這個200的 也就是說 L跟呢 P200 他都是屬於這個平面的 那問呢 這個平面是多少 好 那我們現在呢 這個1 我可以把它寫成什麼呢 寫成呢 平面組的形式 就是說 2x 加上3y 加1 減14 再加k 2x 減y 減1 減2 這等於0 但是呢 這一點喔 他通過這個平面 我就把它帶進來 對吧 帶進來的話呢 2 4 加6 喔這不是6 這是0 4加0加0 減到14 加k 那他一個是帶2 其他都0 減2 這等於0 對吧 對 是不是 我沒有是4啦 2等於這應該是4 對吧 4-2 所以就得到呢 2k等於什麼 等於10 所以k等於5 沒問題 沒問題吧 沒有 好那你就把它這裡代5嘛 那代5的話呢 我把它合併嘛 就變成多少呢 2x 加3y 加3y 減14 5x 2x 減y 減1 減2 把它加起來 加以來是12嘛 每個10 那多少 3-5 4-5 4-5 這是1-5 4-5 那這 2-8 這多少 2-10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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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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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除以2的話 就是b-x 減y 減2 減2 減12 等於0 沒問題吧 把它除以2 好沒問題的話呢 我們休息一下 這就是力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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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